为了拓展偏乡地区孩子们的视野 双溪国小多年来推行阅读教育 不但每天早自习都有成读的活动 每个月还会邀请学生家长 在升旗时间一同来阅读 最近学校还获得了路乐平台 所捐赠的338册新书 对于阅读教育的推广大有助益 又到了每次早自习的阅读时光 双溪国小的学生们各个搬出椅子 在学校大树下开始安静成读 这样的习惯养成 孩子们都认真的目不转睛 这次路乐平台计划发起 好书密良缘教育无偏乡活动 在双溪国小争取申请后 路乐平台看到校方的阅读教育成果 便积极眉合了长虹教育基金会 挹注经费 多家出版社以供议价参与行动 让双小的学生们得以在图书馆 借到338册新书 我觉得这次我们好书密良缘的活动 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学校 自己提适合当地的教学 所需要的一个优良的书单 那我们在领介一些社会的资源 能够购买这个书籍 学徒学校来推动阅读 双溪国小非常地用心 然后它可以把阅读活动 带得非常地有趣味 然后师生很投入 然后又可以跟这边的生态资源做结合 那学校这样子用心地推动 让我们感觉这些书籍在这里 能够发挥很大的效用 我们希望将来还有更长久合作的机会 那因为基金会的母公司长虹建设 之前也一直想说到底要怎么来推动阅读 那时候看到路乐平台有这个很好的计划 所以我们就主动地加入了他们一起来推动 透过社会许多爱心 孩子们兴奋地观看新书 并在早自习时间与全校分享 而路乐平台与长虹基金会的贵宾 也作为这个月的阅读大使 跟大家介绍好书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喜欢的书籍类别 但是透过分享 可以知道不同的领域与他人的看法 拓展自己的视野 我最喜欢看有关自然科学的书 尤其是科学实验王或是斗拉里梦之类的 平常会就是花什么时间来借书 下课时间 大概多久就借一次 一个礼拜 那这次你有没有发现说图书馆多了一些新书啊 有啊 好像感觉很好看 感激来看 我们学校就是推动阅读很多年 那其实孩子们还有我们的家长都非常的支持 那学校老师也都很用心的指导孩子们阅读的部分 那有这个陆乐平台 然后每一届的这个有意义的捐书活动 让我们可以充实学校图书馆里面的藏书 让孩子有更多的新书可以阅读 目前338册新书都已放入双溪国小图书馆供学生借阅 增长知识 让教育无偏乡 记者萧浩文双溪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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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